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落马之后 中共党媒发表文章 暗示徐才厚的后台老板是领导人级别的超级大老虎 那么有评论指出 原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以贪腐治国 贪腐治军 目前江泽民在各个部门的代言人纷纷落马 一定供出了他们和江泽民狼狈为奸的事情 看来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想不拿下江泽民都不行了 徐才厚刚一落马时 中共党媒新华网和人民网同时发表题为 法国检察机关为何敢调查前总统的博文 质问在这些落马的贪官背后 还有没有更大的贪官 这些贪官是谁培养起来的 当初提拔他们是故意行为 还是带着某种目的或个人失察 文章还说在中国可能有人还会认为 调查像萨尔科奇这样的法国前总统会给中国抹黑 于是总会有一帮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维护像萨尔科奇这样的前任大老虎 其实这些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 不会觉得这是丢人的 作者还呼吁当局拿出破釜沉舟的气概 去调查诸如萨尔科奇级别的大老虎 文中说这样的人不除更待何时呢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为未来针对江泽民采取行动的一种舆论的铺垫和准备 另外呢也可能是反应普遍的一种民意 实际上江泽民已经是人人都在骂的迫害民众的元凶 如果不处理江泽民的话 那么中国社会就很难走向一种良性发展的轨道 两家党媒同时看出这篇文章后 大陆各大网站也纷纷转载 7月11号 据称有江泽民背景的海外中文网明镜发文说 新华网的这篇文章 是在不点名呼吁调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文章说江泽民制定了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鼓动灭绝人性的火灾器官 指使主导薄熙来周永康政变 并搞掉习近平策动军队逼宫 还数度暗杀前中共党魁胡锦涛 指使周永康两度暗杀陷党魁习近平等等等等 都严重触到了习近平的底线 习近平没有理由放过江泽民 文章还表示 这些大陆媒体的造势让人感觉 徐才厚的落马离清算江泽民的日子不远了 不过文章作者认为 习政府现在逮捕江泽民的时机还不够成熟 还需要在以后的打虎过程中 不断进行铺垫 不断进行宣传上的造势 日前中共纪委宣布已经有超过6万中共高官在反腐中落马 替江泽民掌管枪杆子的徐才后被习近平亲自宣布开除党籍 移送军事检察机关 掌管刀把子的周永康已经是瓮中之鳖 而曾经一度帮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策划天安门自焚委案的前央视台长 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日前也被批捕 而另一江派军头郭伯雄也因为涉及腐败 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夫妇已经被军队纪委带走协助调查 自去年10月开始至今 江泽民在多次高官的追悼会失踪 7月14号官媒报道 中共西藏自治区一名常委去世 习近平 胡锦涛 朱镕基都有露面 而江泽民再度缺席 外界认为这是江泽民被封杀的信号 另外 据接近中纪委的消息人士透露 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已经被关在天津 曾庆红被称为江泽民集团的第二号人物 评论认为 曾庆红被抓代表习近平对江泽民集团的清理 已进入实质性阶段